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嗨!我是羽翼之助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要回答Youtube本的一個問題 雖然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Youtube本啦 反正它就私訊了給我 那我在之前的書籍學習那邊啊 有說了一個叫做A4的那個列表 然後你可以把你想要的 然後都先寫出來 然後還有新制圖的部分 它就在這兩個糾結到底要用哪一個 然後它自己是本身比較喜歡用那個A4的部分 然後就跟它說 那你就用A4那個部分因為是你喜歡的 可是我發現啊 其實這兩個其實是可以結合起來的 那我就用實際的案例 就是如何挑選包包的這個案例 然後來說明我是怎樣把這兩個給應用起來的 所以今天是一個算是教學影片嗎? 算是書籍的應用的一個影片 好 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開機旁邊的小朋友啊 按全部通知 所以可以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也不要忘了 跟我留言互動互動 留言我都會給你一顆愛心愛心哦 你的留言也有可能在片尾出現哦 那就來看實際的應用囉 我首先的部分一樣是拿出A4紙來 那先把你大方向的就比如說你的A4的那個條列上面先寫出來 然後我們再來繼續應用囉 這邊的部分就是我們A4的部分 A4的那個條列項你想到就寫什麼嗎? 把它先寫起來 然後用橫的這個嘛 那這邊就是這樣子 後面就是新制圖的應用 比如說我包包我的材質希望是什麼? 皮的 那皮的我希望是什麼顏色? 紅色的還是藍色的? 那如果我要塑膠的那是我希望是可愛的呢? 還是希望有狗狗的圖案就好了 或者是你要怎樣的都可以再寫在那邊 那大小的話你希望是小的大的 那小的希望是怎樣的一個 款式 比如說小的我是要很小的 然後或者是很 就是那種腰包啦 這邊都可以寫來這邊 那大的我是要多大? 都可以大概在這邊有一個想法 OK? 再來是價錢的話 500我這邊是寫500 那你也可以寫說 如果說我是小的的話我希望是多少的價格? 那大的的話我希望是多少的價格? 這個畫線的話就根據你自己的習慣去畫線 其實一般的新制圖來說應該是用箭頭來去這樣子的 但這個就看看你自己個人的習慣 那公用的話我是希望是工作用的呢? 還是休閒用的? 那你這邊就可以再細分說 工作用的的話我希望是大的 休閒的話我希望是小的包包 那大的的話要有多大? 那希望是怎樣的隔層都可以寫在這邊 那小的我希望是 是腰包款的呢? 還是就是休閒的 一般的休閒的都可以寫 那在哪裡買呢? 比如說我要在菜市場買 那是哪個菜市場? 那你有可能有1234567個菜市場 那你就去挑選說 那這個的話會通常是什麼東西比較多 是不是機會比較高呢? 那這個的話哪裡會比較方便? 然後價錢會有多少都可以寫在這邊 然後你就可以從1234個菜市場去挑 真的你想要去的一個菜市場 那如果是網拍的話 那你要去哪個網拍? 是蝦皮呢? 還是Yahoo呢? 還是Momo呢?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細分說 這邊的話 比如說Momo可能是399、4999 就免運費了 那我是不是有這個價錢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Momo的? 那蝦皮的話 它有折價券 那的話 那是不是在蝦皮買會比較便宜? 或者是你覺得你的款式是在哪裡 比較能買得到? 你就可以在這邊再繼續細分 在工作上面你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這邊就是A字的部分 這邊就是新制圖的部分 這其實是可以一起運用起來的 那就看看你要怎麼去運用它 你在讀書的時候也可以運用 那我今天是用包包來 你買衣服的時候也可以這樣子運用 那比如說衣服的話 你希望是怎樣的材質? 這邊大小你就可以改成比如說 一件式的洋裝呢? 還是褲子呢? 還是衣服呢? 那你這個的話 整套下來的話 衣服你希望是多少? 一件式洋裝的話 你是希望是多少的價錢? 褲子的話你的預算大概是在多少? 那公用的話 一樣你就可以說 什麼你是工作用的呢? 還是說你要休閒用的呢? 還是要上課上班用的呢? 都可以 那哪裡買一樣 就是說你要在菜市場買呢? 還是網拍賣呢? 還是要去店面買呢? 那店面的話 你大概想要的是怎樣? 那這邊材質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說 你是想要紅色的衣服呢? 藍色的衣服呢? 還是你的褲子 還是希望是牛仔褲的呢? 還是一般的棉褲呢? 這些 你都可以去應用 其實這兩點是可以一起應用的 所以就看你怎麼去應用而已 這是 其實方法 每個人的方法都不一樣 你要怎麼去結合 你覺得行的OK的 這樣子你就不用去煩惱說 我到底要用心智圖呢? 還是A4的那個調列式 這樣都可以一起 那如果說 今天我是這樣子是比較少一點的 但如果你比較多的話 那你這邊就是先把材質大小寫起來 再用另外一張 再去細分說 單那一張就是全部都是材質的 如果很多的話 你就可以再拿一張 然後單是材質的 然後單一張大小的 單一張價錢的 因為我這個是不會很多的細項的 那如果你的東西 你的工作啦 或是功課是比較多的話 你就可以再拿另外一張紙 然後是單一的一個 不要通通的寫一起 通通寫在一起 就會比較亂一點點 OK 這也說明了方法 其實是可以做連結的 不是單單 你只是學一樣 你可以把它結合和應用的 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學習到 有學習到的話 不要忘了在下方留言 告訴我說 你學習到了 覺得方法應用的非常的好 給我一點點鼓勵 我才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學習到 才知道 要不要繼續做教學影片啦 OK 好 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影片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給我訂閱按讚 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全部通知 才可以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也不要忘了留言跟我互動互動喔 留言我都會給你的愛心愛心喔 我是羽翼之兔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 能讓我們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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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